156. 太陽報 城中鏡 林海章任安老會新町 2015年7月18日港民A18城中鏡政府昨日宣布委 任安老事務委員會七名新成員 當中有不少年輕身面孔,包括行政會議成員林健鋒兒子 Victor 林海章,Victor已接手打理家族玩具生意 本身亦是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、紀律人員新款及服務條件上務委員會成員 未知Victor 林 會不會為安老事務委員會帶來新氣象呢? 徐展 新成員還包括馬會次善及社區事務執行總監張梁 明愛醫院行政總監謝文華、房協行政總裁兼執行總幹事王極龍 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首席港師楊嘉正等 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陳張明、副主席林靜才、陳呂令義、陳曼琦、謝偉雄、董壽英等七名年任成員就在獲委任 任命萬有難 此十日開始生效,任期兩年,有新成員加入,自然有成員退落博 包括保良局前主席鄭錦忠、房協總經理張滿華等 香港人口逐漸老化,加上早前揭發有護老院涉嫌虐待長者 相信未必越來越多人會關注長者問題啦 本集合作为 kel